在會見中,胡錦濤積極評價今年以來中美關係取得的新進展 並指出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世界和平和發展的必然要求 中美雙方應該妥善處理兩國間重大敏感問題 建定維護兩國關係發展的大局 共同推進商戶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 健康、穩定、深入發展 拜登表示,美方堅定地認為 一個強大、繁榮、成功 在世界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 有利於美國,也有利於世界 拜登表示,美方理解中方在核心利益問題上的關切 希望雙方增加商戶接觸 增進商戶了解和信任 妥善處理重大的敏感問題 促進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 加強經濟合作 以及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的對話和錯相 共同應對國際社會面臨的挑戰 溫家寶在與拜登會談的時候指出 加強中美經貿合作 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 希望美方採取切實的措施 放鬆對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的限制 為中國企業擴大在美國的投資 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 保護投資者的合法利益 拜登表示,美方歡迎中方擴大在美國的投資 幫助美國增加就業機會 美方將確保在美國的投資和美元債務的安全 美國和中國將會加強在多邊機制和國際地區事務中的協調 向世界展示信心 WOW TV 雷智日報道